我今年19歲,和爸和媽媽住在一起 原本在無錫市中心的房子只有100坪米古道 但現在我們在張喬鎮的這個家有200坪米 還有300坪米的大草坪 最開心的就是我們家的柴犬,黃油妹 花掉了幾年的積蓄 把這裡的農村平房改成了小院子 我們在它的北面搭了一個大棚 裡面種了一畝菜地 旁邊還有七畝果園 因為預算的關係,我們沒有請設計師 我在網上找了很多自己喜歡的家具圖給爸爸媽媽看 然後讓他們考慮能不能實現 我喜歡下廚 現在的廚房有20坪米,是以前的四倍 村裡面撿來的枯枝 我和爸爸一起做了餐燈 因為媽媽喜歡種花 在這裡養了200多種的花和300多種的多肉 原本的家裡只有三個陽台可以放花 現在我們有了一個75平米的大陽光房 爸爸說所有能氧化的地方都不能浪費 所以在我們房子的周圍 蓋了一圈小花壇 夏天的話玻璃房會很熱 爸爸就想了一個辦法 用水空調的水打到玻璃頂上 用來降溫 我們搬到這裡來之後 黃油妹就有地方撒歡了 它沒有籠子 光是房間裡就有三個窩 有一次黃油從大棚裡溜出去 當我們找到它的時候 它躲在一個刺猬的邊上 不肯回家 我們只好把它和刺猬一起帶回家 還有一次黃油招惹了一隻爛蛤蟆 被它噴了一點毒液 因為我們全家都很喜歡找朋友一起來聚餐 所以爸媽媽特意從廠裡訂製了兩張餐桌 天氣好的時候 我們可以把它搬到草坪上 一放小長假 很多人都喜歡往外面跑 我的家人都喜歡賴在家裡 因為我們每天都像是在過田園生活 黃油妹是我18歲的生日禮物 這座花園是爸爸送給媽媽的禮物 我覺得沒有什麼地方比家裡更好的了